镜头转回国内来关心政治焦点 蓝白和刚刚起步就触焦了 双方阵营对开放式民主初选 跟全民调的方案卡关就是谈不拢 而各种原因其实也跟谁的利多 大有关联系了 也可以来看看彼此算盘怎么打 在最先民调当中可见端倪 如果是采用所谓的传统打电话 试化民调侯友宜会超车 柯文哲获得第二名 但如果呢是改用的是网路跟手机来取样本 柯文哲则有相当大幅的优势存在 这样的情形也让双方正一踩底了 踩死了底线绝对不会先退让 新丁板新总统 小心揉捏成型包肉线压模 侯友宜体验客家的昂姑柜新丁板 一次成功好有成就感 但怎么蓝白和的进度就这么磕磕绊绊 我跟客市长的整个沟通 我相信管道都是非常畅通的 尤其双方大家都会保持一个诚意跟善意 大家心里都有事 就是说做各种排列组合下去测试那个民调 还是要还是要如果要大家合作是要能够选人的 蓝白阵营互喷口水 因为各家民调实在咬得很接近 凌传媒手机简讯与FB网路民调 客问哲以百分之二四点九三领先侯友宜两个百分点 而新头壳三卡都民调又开出红盘 客问哲以百分之三十点三四的支持度 一跃赖清德成为第一名 只不过如果走传统的路站采用全市化 美丽岛电子报侯友宜稳住局势 获得百分之二十一点一的支持度 胜过客问哲的百分之十七点五 看来其中官俏就在抽样方式 难怪蓝白坚定立场各唱各的调 要谈折中但蓝白阵营清楚选民的年龄层优势 只坚持对自己有利的方式 谁要退一步成全海阔天空 客问哲的支持率在这个中高年龄上相对弱 那侯友宜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所以说当做了这个纯事化的民调的时候 这个侯友宜跟客问哲的差距就会比较近 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有可能就会导致 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个结果产生 在野普逸曲整合大计 但各方心怀小调 不到最后一刻恐怕还要持续斡旋 记得林汉廷为近日采访报道